把中国台北的称呼非常配合的改成中华台北 然后在其他的接待 甚至于说是台湾的选手在中国大陆也享有主场优势 同时也对台湾的运动见额表示鼓励 从这方面面来看 我觉得中国大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是释出了善意与诚意 但是就像我讲的立场不同的人 可能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 这是一个面向 另外就是谈到这次奥运 我非常同意泽伟刚才的一些讲法 当然有正面的一些看法 就是说非常的壮观华丽 创下了很多的世界纪录 包括花费最多 包括参与的国家最多 包括参观这次开幕仪式的各国元首 人数也是最多 从各个层面来说 当然保安也是最为严格 但是还是不幸的发生了这样的 治安方面的意外事件 但是瑕不掩瑜 整体看起来是相当的成功 基本上就是反映出中国已经站起来了 刚才泽伟特别用了这个话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官场讲这个话 其实是有一点大肿脸充胖子 但是这一次的奥运 是亲全国之力来举办 那反映出中国希望被世界接纳 希望成为世界中的一个主要的player 这种心态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到 所以我们从8号中午 吴静涛以这个武艳款待各国元首的时候 他讲的话就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世界需要中国 中国需要世界 同时大家都是彼此互相融入 这个我们讲的interdependence 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得出来 这个中国想要借着这一次奥运 让大家觉得他已经成长茁壮融入世界 好的谢谢蔡伟蔡教授 那继续请教史哲伟先生 我们这次看到在北京奥运市期间 开幕式期间 全球有80多位的国家的元首抵达北京 那么胡锦涛也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利用这个机会 在周边进行了将近70多场 与元首之间的外交 有人把这样子的一个手段 称为所谓的奥运外交 不晓得您怎么看 当然就是说 这一次的host是People's Republic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这个胡锦涛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 还有东道主 那在这一种的状况之下 就是能够邀请各国的元首来 然后跟他们见面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那当然了 就是在这个一个国家的元首 跟70多个国家的元首 在见面的时候 我们尤其可以在这个开幕式的时候 看得出来 就是除了胡锦涛以外 其他国家元首坐在一区 那这个美国总统 那个Georgia Bush 还有他的夫人Laura Bush 他们也坐在一起 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镜头 有仔细看 看到旁边的一些国家的元首的时候 我们就会注意到 就是大部分的人我们不认得 我们可能认得的是 这个俄国的总理 波顿 或者是这个日本的首相 对 但是我们 我们要了解的一个就是说 对于这么大的一个国际场合来讲 尽管就是说 有很多国家能够参加 但是呢 大部分的国家的元首 他们事实上 是比较中型或小型的国家 他们的眼睛里面在看的 也是那些大国在做一些什么事情 所以国与国之间 虽然在表象上是平等的 但是在这个 但是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国际会议场合之下 你站出来 你所代表就是你的国家的实力 还有它背后的reputation 那在这一个时候 就是会常常会让人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因为除了美国 俄国 或中国以外 或者一些西欧的先进国家以外 其他的小国 他们看到的也会觉得说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这样的话 那就好了 好的 我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蔡伟恰教授 那综合刚才你们两位都提到的 这一次北京所展现 大国的一个奥运外交之外呢 再加上您刚刚也提到了 事实上北京这一次在接待 所谓台湾泛兰党政高层的时候 好像给予了一些礼遇 包括在称呼上面提到台湾健儿 也展现出好像比过去更柔软的一个身段 这两个因素放在一起看 您是不是认为北京的外交策略 透过这次的北京奥运 看起来是比以往更成熟了呢 蔡教授 我觉得基本上中国希望透过这一次奥运 不只是对台湾 那对整个世界要展现一个不同的风貌 我前面讲说是中国崛起 或者是中国已经或者是正要 正在改变的一个过程之中 他已经这个融入国际社会 接受 当然那未必是全部了 接受这个国际行为的规范 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成员 我相信中国是要借着这个方式来处理问题 刚才您特别提到这个外交的问题 我记得中国大陆以前有一句话讲 就是说 他在外交方面讲安邻 慕邻和富邻 也就是这个安定他的邻邦 敦目他的邻邦 和帮助他的邻邦 富强 还有他就是讲说是两岸关系要和解 那国际要和平 那他内部的社会要和谐 那我们明显的看到了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多月 我们跟中国大陆的官员学者 也有很深入的讨论 开过不少的会议 中国大陆现在把这个和平发展 当做他现在在推动外交 和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主轴 从这个角度来看 再加上他在这个奥运 还有奥运以前的这个两岸关系 尤其是从三月以后 这个博奥论坛跟小万场的接触 后来跟吴伯雄的会面 再加上连战宋楚瑜 这一次的访问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 中国大陆可能是在作为 不只是他的心态 或者是他的政策正在转变 事实上在他的作为方面 也有一些调整 当然台湾的一些侵略的 或者是意识形态 属于另外一个极端的人 对这个事情都是还有很多的批评 但是我们很中肯客观的来看 我想大陆既然事情已经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在实质上 可能就没有必要在今天的某些 奥运过程中的一些小动作 来让台北感觉到不愉快 所以包括诸如这个媒体 有的人讲说是故意的给台北穿小鞋 或者是把谁驱逐出境 诸如此类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大的 广泛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 而不是说拘虑于细节 而且我也不认为中国大陆 既然在大的方向 在原则在政策方面都已经有所改变 然后他在这个之为末节的小事上 故意跟台北为难 好的 谢谢蔡教授 那接下来我想把主持棒 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请博弈来向两位来宾提出他的问题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宁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 我想先请教在华府的史哲伟先生 就是我们也注意到 在美国总统布希这一次到北京 去参加奥运的同时 他也参加了新的美国大使馆的 这个揭幕的仪式 那么这个新的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据我们的了解是 美国驻外馆处呢 第二大的仅次于美国驻伊拉克的大使馆 那这是不是代表就是说 其实美国更重视这个对于中国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对就是驻外馆处上 其实从它的规模上也可以看得出 它对于中国的重视 那么此外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也可以我们有一个算是花絮 或者是就是这一次新的美国大使馆 它所有的建材啦 工程啦 设计啦 全部都是美国人自己包办的 完全不加手中国人啊 那这个识别也代表说 其实美国对于在重视中国的关系之外 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还是对中国 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借心 您的看法 好的 博弈谢谢你 这个新管的规模啊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它绝对